其实实际上我刚刚看你在讲述当中 人生包括家庭的变故 都是因为那一场意外的大火是吗 对 由于邻居非法生产 这个洋花爆炉发生了爆炸 所以当时我们一家 中午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这个事 它是隐藏的 所以突然间一股热浪 整个把我们家烧得就是面目全非 后来法院也判了 但是我们目前来说 只有一张判决出 就任何的赔偿都没有 无法执行是吗 那邻居呢 邻居倒没有事 因为他知道爆炸以后 他反而自己先逃了 他跑了 对 他跑了 到现在都找不到 找到了 因为当他出狱以后 他就外出打工了 所以家里始终就没有人 所以这个判决出 始终就过这放着 您刚才跟我们讲 您曾经也流落街头 对吧 然后现在您是关爱学校的校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省略了很多东西 到最后是怎么办的 这个关爱学校呢 我们当时一家得到了 中华磁弹总会的帮助 当时时任会长 就像亲人一样去关心我们 让我们一家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也给我们家找了一些合适的工作 所以整个的人生的命运 发生了很大的转折 那您这个学校也是在 他们的帮助下开办的是吗 起初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去办学校 所以也是在2003年的一年的冬天 也在11月份 当时天快要下雪了 当时没有想多的 真的只想到让他们 在这一晚上有一个 睡一个懒活的觉而已 但是没想到 起初从三个孩子 后面来了七个孩子 一个小小十几平米的房子里面 来了七八个孩子 那什么时候把这个 简单地收留这七八个孩子 变成要办一个学校呢 当时跟老乡 和伙伴里有一个幼儿园 所以当时想的就特别简单 想把这些孩子放在幼儿园里面 跟正常的孩子一样提受教育 但是发现错了 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言语 都是很过激的 所以怎么办呢